雨中花和祖师,雅结,水帘,以水为床,柔软的腰肢,在雨中曲曲折折,又死,一条蓝眼起伏的小蛇,从雾泥中钻出,在水床上当样,一缕春风,紫色的,粉色的,白色的花朵,似一只斑斓的蝴蝶,躲立在水床之上,张开的翅膀,等候起飞的哨音,变换色彩的荷叶,紧贴水面,柔软的, 下似一张熟睡的脸,游离在玉帘之中,聚落的雨,筑扎玉叶之上,成为一颗铁亮的珍珠,沉睡吧,拉开雨帘,剪起的水花是梦的一语,男男诉说,经营完区的成长经历,和花,含苞的雷,从污水中,挺拨而出,又奥立于污水之上,独立在翡翠的绿之间,那一点红,多像美人的唇,盛开蓝跟红酒绿中, 披满了珍珠的花蕾,挺挺玉丽的身上苍天,一张雨帘,透亮出鲜嫩的红,饱满的,风银的,滑嫩的,如雨中少女的两朵玫瑰,湿不透的是那扒花蕊,水从藏尸送辞中流来,发出一片蛙声,晶莹剔透,照亮一曲爱言说, 却属不见十面埋伏的伤痛,花开夜间,花落谁家,其实,我多远化作一滴雨水,在翠绿上翻滚,把太阳和月亮,翻成闪烁的星辰,在雨后的夜晚,品尝了藕的清脆,连食的果香,一几,那朵欲放而不放的花蕾,六月的残河,六月的风铲透雨蕾, 那一缕花香随风而来,坐在玻璃房,她看见了盛开的荷花,枯黄的,闪烁在灯光下,不吹散了野长的残河,精感倒垂,沉沉的夜色,滴落出眼泪,但不是手指上,浓稠的,烟红的,血,那一道划痕,是风走过的轨迹,六月,在风中摇曳,开放在六月的荷花,不纯不洁,如流过城市的水, 却留不住漂浮在水上的落叶,腐烂是夜落的命运,凋零是花朵的结局,风过之后,旅该不该来,我苍茫大地,只有风,只有风才知道,今夜,下不下雨,转字,重来新闻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